下一次啊 不要把我直接放在吃中饭前面一个 好像让我挡在这个中饭前面 大家都特别饿了吧 我估计 我的这个演讲呢 其实也不是一个正规的正式的演讲 主要是跟大家做个讨论吧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 也做过一个类似的谈话 谈一谈呢 如何能够啊 去尽可能的获得高的 创新的投资收益率 今天呢 我可能稍微呢 做一个改变 给大家做一个案例的研究 我的想法呢 就是给大家去 有一些呢 能够啊 开完会能够用到的 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大家呢 会看到我会谈好多不同的内容 首先啊 我会 可以看到每一块那篇上没什么字 这个呢 是我故意的设计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我不希望大家呢 去看 PPT 你会关注 听我说 那这个呢 就可以能够 让我们能够讨论那些更重要的话题 第二点呢 就是啊 就像我前面讲过的这些关口啊 领导力啊 这些非常重要 领导力是很重要 跨部门的团队很重要 专业知识很重要 之间的配合很重要 都绝对很重要 但我想要做的呢 是 我们最近推了一个产品 刚刚推了一个产品 所以呢 做创新啊 真的是 这个是我们实打实地在做 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 有一些呢 可能方面却做的完全不好 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首先呢 我再自我做一下介绍 我是白波的高级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 大家如果住过美国 在美国或者欧洲有居住经验的话 大家估计都听过啊 白波 白波 它旗下有很多的品牌 它大概只有一个 啊 品牌没有在品类里排第一 其他的都是排了品类排第一 那个没排第一的 还排了第二 所以呢 白波 它是 在过去几年里面啊 在消费品行业呢 增长最快的一个集团 不光是食品行业 是在整个消费品行业增长非常最快 所以呢 我很荣幸能够啊和这样一家公司 为他们呢工作 那我这里想要说的一点就是啊 我们旗下的这个质朴墨房 是 排名第一的这种植物园营品牌 在拉丁美洲排第一 在欧洲也排第一 我们呢 我们呢也想啊 把这个排第一的品牌呢 带到大中华区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 去年大概六月份吧 我全家搬回到了中国 然后呢 和满牛 合作 大家如果住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有文化的差异啊 或者做事的差异啊 核资企业呢 是很难弄 很难成功的 但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共同努力实现 共同的目标呢 所以我和大家介绍 我们学到的一些东西 一些呢 很头痛的情况等等 首先 我再说一下 就像我前面讲过 PPD上没什么字啊 SHPD啊 它是什么 这个可不是上海公安局的缩写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 它的这个像洛杉矶公安局 它叫LAPD 它SHPD呢 表示着战略的整体的产品设计 它的简称叫SHPD 那我们在谈产品设计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啊 产品设计呢 你可能会懂一点 比如说你看苹果电脑 看iPhone 看高端的一些产品 包括这种赛车 我也曾经在一家意大利公司工作过 意大利的设计非常好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 非常买这个意大利设计的账 所以说呢 设计不是一个什么新东西 这和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关系了 但是呢 我们说到比较新的东西 是食品行业的产品设计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或者说呢 举一些反例 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在美国呢 美国人呢 是工作非常的努力 没时间休闲 所以说呢 我们经常呢 就使用微波炉 热食品 那基本上呢 你就呢 打一层 打开这个包装 然后呢 可能呢 我们说呢 这个是 直接呢 就是这种微波炉食品 对吧 就是这个面包了 然后加一些奶酪啊 等等啊 然后放到微波炉里 稍微热一下 你有时候都会忘了 这时候呢 应该呢 是多少秒 然后呢 你拿把微波炉门打开 然后呢 基本上 你就发现呢 是底下是热的 然后就是可以看到你 哦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 一不小心呢 你的这个东西呢 就会跌下来 因为你没想到底下那么烫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产品设计呢 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了 还有呢 现在呢 可能我没时间烧饭 所以说呢 讲到消费者 这个创新的话 就是呢 给他们一种的 简单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 一个盒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边呢 是意大利面 然后呢 是酱 或者说呢 加点海鲜 我们的目标客户 我们把他们请来 然后我们呢 观察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 使用这种 快餐视频的 比如说呢 现在呢 打开包装 然后比如说呢 把这个酱拿出来 然后呢 面条拿出来 然后呢 他呢 就把这个盒子 蒸到垃圾桶里了 对吧 然后他们就开始烧了 然后就发现呢 这里面说明书在哪 我想呢 问大家有问题啊 就是说 这时候想起来 你怎么烧呢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怎么做呢 东西都在这了 那这个说明书在哪呢 你觉得在哪 实际上呢 是在包装盒上 对吧 包装盒的背面 然后就发现 是不是垃圾堆里面 再把它找出来 然后再去看一下 后面该怎么烧 然后你就在想 这个产品谁设计的呀 就显然他自己呢 没有使用过 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性 这个设计师呢 这个产品可能太熟悉了 所以说呢 你自己呢 就没有呢 这个思维 就想到别人不会 那就是说呢 是想到呢 这个已经扔到垃圾桶里面的 这个包装盒后面的 有这个说明书 在美国呢 我再请那些呢 消费者洞察组 那么 比如说 我们这时候呢 就往往会请一些呢 这些宠物食品的 这些消费者呢 来做一些调研 因为你知道呢 像宠物他自己说不出 这个东西好还是坏 但是呢 要对宠物的食品 有洞察的话 这是了不得的 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配方 比如说呢 现在这个酱 大概就有一半 比如说呢 是先是来烧一下 你的这个海鲜 然后呢 另外呢 一半的这个酱呢 可能就倒在这个面条上 说这样的话呢 这个呢 最后面条出来才好吃 然后呢 可能这个财务不能跟你讲说 你这个配方不能这样设计 这样设计的话呢 成本太高 好的 那然后呢 他们呢 就说 好 那可能呢 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我的这个面条里面呢 就已经有了一些现成的酱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呢 那个酱料呢 现在只需要一半 你看你打开 对吧 只要呢 烧海鲜那部分有点酱就行 但是问题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呢 这个很有可能 打开包装的时候啊 你的面条里面的一部分酱 可能会漏掉 这个可能就会影响 他的品味了 是不是在设计当中 提醒人们一下 说你打开这个面条的时候 要小心呢 这个酱料的露出 这一点可能就会 提示你的这个产品的口味 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啊 就是说产品设计呢 真的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呢 真的产品设计呢 我们要小心 确实呢 是通过设计呢 才能够呢 给我们的消费者口味和惊喜 但是呢 我们说呢 我想的这个 并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呢 还是呢 要让大家呢 注意呢 我们说产品设计呢 前面的这两个词 叫做策略性前盘 我们说呢 我们呢 都知道什么是策略 那策略就意味着呢 我们要做选择 后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当中 所做的这个策略选择 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呢 叫全面 全盘 前面你们在介绍我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觉得我真的是 一个很幸运的人啊 我说我幸运呢 是因为呢 我有机会呢 有全局观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你们呢 觉得呢 就是有我这样的 同样的感受 就是说呢 你也觉得 你真正有机会呢 接受全局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幸运的 那我在制造业工作过 比如说研发部门呢 还有呢 还有质量控制啊 还有供应链 还有呢 营销部门啊 大多数 基本上呢 是在创新 但是我们说 这是企业 企业界的工作 前面有一个发言人 他讲得非常的好 他说呢 创新 我们说 在一个大型公司当中 做可能非常困难 我有同样的感觉 确实呢 Alan放的一些照片呢 就让我回忆起呢 我在大公司里面 工作的情景 那确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大公司里面 那工作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们说 这个大公司里面 创新有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样能够 调动这个创业精神呢 那我觉得我幸运的 就是说 我这个有这个 全面经历的 就是说 我自己也创业过 我记得 我在创业的时候 可以说呢 你看一下 我的财务报表 我们说 没有一行 我搞得对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缺钱嘛 所以说 我的设备也买不起 那所以说呢 可能呢 就必须要 外包啊 等等啊 但是我们知道 你真的创业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钱都是 你自己口袋里 出来的了 你浪费的 每一分钱 都是你自己的了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和创业企业 这个经历 对我来说 有非常的漂亮 可以说呢 我是任何其他经历 都不换的 再看一下 我的教育背景 我有呢 食品科学的 博士学位 而且我还去过呢 西北大学 那大家知道 他的营销学 是世界一流的 我呢 是故意要去 西北大学读书的 那实际上呢 我就是要知道的 怎么样 把创 发明呢 变成创新 最后呢 能够赚钱 因为我们干什么 最后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说 我强调 你要从洞察 一直到制造 一直到销售 等等啊 所有这个环境 你不想通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做创新的 也就是说 你不知道 最后你的这个前面 在市场上 是一个什么样卖点的话 前面你可能会做很多的浪费 你要 你想不清楚 你最后这个什么卖点的话 你前面还要教育客户啦 要做投资啦 还要做广告啦 那么这个 很有可能就出现很多的问题 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 可以举了 好 现在我就直接跳入一个案例 我说呢 我要给大家呢 能够呢 带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如果大家呢 有机会 可以跟我做一些 个人的交流 这个是我们推出来的 一个新的产品 大概上市这个 四月一月的时间吧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 新生的婴儿 我们说呢 创新首先呢 是要来一个创意 对吧 创意之前事件 首先要有洞察 我们这个洞察呢 是从首先研究呢 消费者心理开始 我们呢 我们呢 也曾经呢 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呢 尤其是 看一下奶粉 比如说现在 中国人呢 真是愿意花钱 去买进口奶粉 中国有一些好的奶粉 但是人们不愿意买 而且呢 中国的这些好的奶粉呢 也没有办法呢 定一个高的价格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当然你们可以 本地人可以解释了 这个三菱青 对人们心里的影响 消费者呢 他呢 是说我一定要买 这个安全的产品 尤其是我给我婴儿 喝的东西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你们是做营销的 营销里面呢 叫一个定位陈述 这个就是呢 人们就是 由于什么要相信 要买你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而且是应该呢 是要让人们知道呢 他呢 换产品 有什么原因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有什么动机 让人们呢 现在不选别人的产品 那现在换成你的产品 放弃原来的 他的这个产品来 买你的产品 比如说你说 现在你强调安全性 这是一种可能性 那我们说怎么样能够呢 了解消费者的心理之后呢 然后呢 从产品设计策略的角度呢 让消费者呢 现在选择你的产品 他说这是个饮料 说是安全的 谁相信你呢 我们再换个例子 我喜欢喝咖啡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尝一下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很好喝 我也不一定能相信你 如果他跟你说 这个口感这么的顺畅 然后就脑子里面 就在想一下什么 然后说 他说的这个 可能是意味着 就是说的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得去尝一下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产品设计的策略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有办法呢 能够把我们所申请的产品的 这个安全性能能够传递给消费者 不是说我安全的 然后我直接呢 就进入消费者的脑海了 我直接告诉你说 我这个产品是安全的 然后他可能就开始 那应付你了 他半信半疑 那所以说呢 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桥梁 能够让你的 所谓的这个产品的特性 能够转成的消费者的接受呢 这可能就是要通过设计 比如说我们的设计 加上广告 能够让人们思考说 哎 他说的是真的 可乐 说想到真实的东西 如果我的产品 真的 如果能够进入消费者的脑海 这个就是我对于 产品定位的定义 是要在消费者脑海当中的定义 然后他说这个产品 不是假的 是安全的 如果他呢 脑海当中呢 真的这时候 做这种转换的话 那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要知道的 究竟怎么做呢 怎么样通过商品设计 实现这一点呢 这不是假货呢 看一下消费者呢 现在接触上的产品 他们首先做些什么 他会看一看 对吧 这很简单 他接触到产品 首先看一眼 所以说从我们的策略上面 第一步 就是要抓住这个视觉效果 来传递 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产品 是真货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视觉的提示 我说呢 这个是我们 说我说这是果汁 你相信吗 你可能不相信吧 你说这个果汁应该是这个颜色吗 然后呢 你滴在这个杯子里面 却变成白色了 这个让人难以相信 然后呢 现在你看到杯子里这个颜色 你说 这个真的是果汁 好 然后 我们来看 这是核桃 你在喝一些核桃饮料的时候 你有时候你有一些猜疑啊 里面是有核桃吗 在我们讲到产品的策略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做这个核桃饮料的话 那我们最后饮料就应该是核桃的颜色 这个颜色多多少少应该是这个颜色了 这个有点稍微有点夸张了的 所以颜色啊 它的视觉呢 非常重要 能够让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真材实料的 当然呢 光有这个是不行 现在的消费者啊 他们其实都要求特别高 他们看产品的时候 他们会看你的整个的原材料表 在他们具体看里面内容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第一印象 就是假设你的这个原材料表特别长 他会说 哎呦 这里面估计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不好 可能里面有一些化学品添加剂 如果要是你做的是这种医疗的产品 那可能是会是好事 或者是有一些饮料喝了以后能够致癌症 那你上面有一些很复杂的化学品 大家会觉得好放心啊 如果你仅仅说原材料是土豆 那谁会信啊 这个能致癌 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想要这种所有的全天然的原材料 那么你这个原材料表啊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减短 这个配料要越少越好 这个呢 其实本身是很难做的 我后面呢 也会详细来说 为什么 另外一点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要简单的成分表 还有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人工添加剂 无任何人工添加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因为呢 我们的营销的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士 曾经问过我 说 为什么 一开始饮料里面就要放人工添加剂呢 大家都想要全天然啊 非常营养的饮料 为什么要加人工添加剂呢 我说 为什么呢 首先 便宜啊 你想赚钱 对吧 第二 你可以啊 把这种味道呢 变得很浓 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很浓的味道 所以呢 这对我们来说呢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有些竞争者 包括在中国都是这样 那我自己是在中国出生的 我也知道 我们很喜欢味道很浓的东西 味道很浓郁的产品 如果给你一些全天然的东西 没有加任何的人工添加剂 你会觉得这个味道啊 特别的淡 不喜欢 不过呢 我们白波的战略呢 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是全天然的 第三呢 就是高档包装 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再解释了吧 大家如果要是看到一个产品 真的是很高端的包装 你会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如果要是看起来很便宜的包装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啊 说明是假的 给大家很快的看一张图 我是刚下载下来的 网上下载下来的 如果我问大家说 其中的一个瓶子里面 是有啊 这种人工的添加剂 大家肯定会说 啊估计是那个橙色的那个瓶子 里面是人工的 不会有人说 左边的这个 左边这个 因为看起来就特别高端的感觉 对吧 不管它里面是什么 你看起来就觉得包装特别高端 这就是战略 那现在我们假设颜色也做对了 我们的成分表特别的短 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剂 假设我们的包装也是特别高端 特别漂亮 都做好了 那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会说 这个东西应该是真的 但这还不够 还缺什么 我们上周呢 发现我们的股价上升很快 因为呢我们正好公布了收益 当然了 好就好在嘛 我们股价上升 不好的就是啊 华尔街的胃口被我们吊起来了 如果你告诉肺者说 什么都是很好的 都是真的 那 他们会去品尝你的产品 说哎呦 这个味道好难好难喝 或者是有种人工的味道 那就不行了 所以呢 说起来简单的 但是呢 你确实可以声称 你的这个口味要非常的正宗 然后呢 又选定人 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啊 做起来难 所以 我前面呢 讲到这些是不同的战略 对吧 你想这个产品是很 安全的 很真实的 如何能够实现这点呢 我们要去 颜色做对 要和原来的这个样子一样 比如说核桃的饮料 就是核桃色 还有呢 就是不要有人工的添加剂成分呢 它的 比较短 还有呢 就是包装高端 味道好 那如果能够实现呢 这个啊 其实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挑战是 我们如何能够啊 去产生出这种 看起来特别真实的颜色 而且我们也不能加任何的人工的原材料 不好意思 对 不可能加任何的人工添加剂 那我们会呢 带皮进行研磨 我们整个核桃啊 就会把它 研磨以后放到饮料里面 我们就是 什么都不加 研磨以后 把它放到这个饮料里面 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这个 核桃的外层呢 它有这种颜料 或者不是颜料 它这个色素啊 能够让这个饮料的颜色 就是核桃色 我想呢 Alan和大家也都知道 在大阵核桃 它里面呢 这个外面的皮啊 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 特别好 有很多的这种抗氧化剂 但是呢 很多的竞争者 所有的竞争者呢 他其实都是啊 把它扔掉的 而我们呢 会把核桃外面呢 都留着 把皮都带留着 那为什么你会说 人家不把这个皮放进去呢 因为这个很难 因为呢 它这个皮呀 很脆 你把它放到饮料里面 以后呢 它那个有点固体状的 你会口感有一点沙沙的 很多中国消费者不喜欢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技术 能够把它呢 研磨得很细 它这个分子的尺寸啊 能够让你觉得口味特别好 能够感觉到 有这个皮在 但是呢 你这个研磨油 不能不断不断地研磨 你否则的话会把整个的这个营养弄坏掉 等等 这个我们其实都做了很多尝试了 但是呢 我们后来找到了合适的方法 那现在你有这个天然的颜色了 里面有很多的营养 好 这个颜色现在已经搞定了 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 原材料的成分表一定要很短 那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啊 我们的这个成分表 短 但还不够短 我还希望啊 至少再去掉两个原材料 因为如果要是 从营销的角度来看 你 强调天然 那你就不应该呢 把一些原材料放进去 那我们呢 其实也会犯这种错误 世界上各地方 会有这种犯错误的 就是它把 有些东西呢 放到了饮料里面 但却不声称说 它放了这个原料 那我们看看 这个广告我放错了 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还是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个广告 刚刚那个广告呢 其实也是外面会有 是 它是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角度 我自己觉得这个 其实广告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不过我本来想 放进去的那个广告 你们没有放 它其实呢 是介绍什么的呢 就是这里有一杯水进来 里面呢 有 一个橙色 一滴水进来 然后广告上说 这个是真的 橙汁饮料吗 那么另外一个画面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广告进来 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像紫色的 加了一点添加级 我们会说 这个真的是葡萄芝麻 然后最后 好 我们的直谱 磨坊的核桃汁出来了 里面有正常的 正确的颜色 而且呢 它这整个的核桃 一个一个呢 都是挤的这种原汁 放到我们的直谱 磨坊的饮料里面的 看起来这个广告呢 非常的 强有力 很多消费者说 哇 我一看就看懂了 我觉得你们这个是真正的 实际的颜色 实际的材料 那我们用这个 广告的创意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呢 你把这个东西啊 滴这种 有颜色的水下来以后 你就会觉得 这个滴管 人家一想到就是大学 或者高中时候 实验室用的这种化学品 用的这个滴管 吸管 那我们不光是要看产品 要看原料 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广告 这是一个整体的 那还有呢 就是你说 我很容易就说 我里面不加任何的人工 添加几香精香味 但我们第一次在尝试的时候 我把这个香精拿掉以后啊 它这个口味真的是很淡 不好喝 大家都不喜欢 那我们就说 在美国呢 哎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美国加了一点 这种非天然的人造的香精 不过我自己是个中国人 我也懂中文 懂英文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翻译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有点这种缺失 比如说我们说 全天然的氛围 和人工的这种氛围 其实不要紧 因为呢 这个flavor 这个它把它翻成香精 所以你一听到flavor 翻成香精 听到香精 就会觉得 这个不是好的 不是天然的 那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口味 这个香精 就算是全天然的 我们还是不要用 从产品的设计的调度来看 我们就是不放的 不能把任何的这种添加机放进去 就算它是全天然的添加机 我们也不放 这个呢 对于我们研发来说呢 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整体设计方面 非常重要 因为我这个广告都放出去了 那消费者呢 要保证说他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观点是说 我们说的宣传都是真的 不少人呢 估计啊 都在研发有很多的经验 大家肯定都知道啊 就是把这个添加机去掉 有很多的方式 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 合适的加工 把这个口味呢 带出来 不要加人工添加机 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我曾经在个大公司啊 供职 我以为我已经对于食品科学 很了解了 如何呢 做配方 不加呢 这种人工的添加机 有一次啊 我做了一个咖啡的产品 把它给老板说 你看它这个口味很好 你尝尝看 老板说也不错 我说 这里完全 什么咖啡都没有 全都是添加机做出来的 那我 记得十年 十五年前呢 这个东西产品 非常的受欢迎 这个就是啊 食品科学的重点 就是技术啊 能够去做呢 替代天然的产品 在我前面说的 那个滴管里面 室管里面 你看它这个 有白色的 你稍微晃一晃 就滴了一滴 以后就晃成紫色了 你看小孩子 就会觉得特别受欢迎 这些是过去啊 旧时光 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好时光 但后来呢 我家的另外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啊 我学到最多的东西 他的 所有者是一个意大利人 这个人特别好 他是啊 这个 所谓的意大利面之王 你估计知道我指的是谁了吧 他呢 从帕尔玛过来 坐下来 跟我说 你 从上一家公司学到的 不要用在我们家 不要用在我们公司里面 啊 我觉得啊 什么 我 总共要推一个产品 味道也很好 能够帮你们公司赚钱吧 然后他说 好 我告诉你一个原则 不要用任何的人工的原料 人造的原材料 我说你怎么去 来看什么是人工原材料 他说 如果你祖母 不知道这个原材料是什么 说不出来 那就不要用 所以在那之后 我就再开始去做这个祖母原则了 就是我祖母不知道的原料 就不用 我们要用很好的流程呢 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那像我们在这个核桃饮料里面呢 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烘烤 然后让他的这个口味能够把它呢 带出来 有些人呢 会用自己的这个油化学的实验室 就知道这个真的很困难了 你要做好多次的这个处理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做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如果能够实现啊 口味非常好的产品啊 不加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剂 那我们前面也讲过 营销非常重要 我给大家看了一个广告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广告语 我们强调的就是没有香精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就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啊 是真正正正的 我是不是有点 剩的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来看看 好 首先这个包装 它的包装非常的高端 而且它这个 质朴墨房的英文silk 字体非常大 那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很喜欢意大利的产品 那这个silk这个英文呢 它其实呢 会让这个产品啊 看起来呢 更加的有力量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英文中文并行 有质朴墨房 也有它的英文silk 让大家能够看到它呢 是感觉说 这个就是一个真的产品 实实在在产品呢 无菌工艺 我前面讲过呢 这个一直就是口味 不过我们很多的产品呢 它其实是在处理的产品 就是它加工以后啊 很多的营养都没有了 然后你必须要加一些 人工的这种香料香精 但我们的这个流程呢 只要几秒钟高温 一下呢就处理好 你把很多的微生物呢 就解决了 但是呢 把菌啊都杀掉了 但是口味都在 不会出现这种什么 精精油颜色 没有味道的问题 我们会有新的种物 我觉得工艺 那我们再来看看 很快的看一看啊 我们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公司在做的 那我们的产品有一点 就是我们看看消费者的反馈是什么 我们讲过呢 这是全盘的设计 所以其中的又包括营销 那这个我们讲的说呢 如果你喜欢人造口味的话 不要来尝试我 一万五千多人尝试了 百分之九十六 他们说这个真的好喝 而且呢 我们说那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都说这个产品真好 然后把这其中呢 又有百分之六十 说得非常具体 说它好喝 然后呢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他们的反馈 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对这个口感有很多的评价 好 最后呢 我讲的改进之处啊 收尾讲三点 我觉得它的包装不错 但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它两个不同的口味 但是呢 包装太设计 太接近 你在制造业 你知道呢 这个就有问题了 从质量控制上面 也会容易出现问题 另外 我们说我们花了很多的投资 要保证这两个果仁 说是相互的污染是不可能的 而且另外呢 果仁和非果仁类一定要分开 因为你知道呢 这个果仁制造的 这个敏感性问题是很麻烦了 让人过敏 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在前面呢 我们呢 说呢 是呢 是搅拌 这个整个代科搅拌的时候 然后我们呢 质量控制的时候呢 然后呢 在做蛋白质测试的时候呢 结果呢 这个过滤器呢 被堵住了 那我们就在想了 如果测试这个地方呢 如果呢 这个颗粒大小 如果出现不稳定的话 可能会影响呢 最后上市产品的 这个颗粒的不稳定 那所以说 我们呢 确实呢 是在这个点上呢 做了很多的这个考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策略性的全盘产品设计 希望下次呢 做策略设计师 能够想起我们啊 想起我们